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针对民嘴及网络污制苏贞昌的祖父驻日军右补抗日人物林少猫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昨出使传家宝,包括1895年大清歌让台湾时,苏的阿公苏云英资助抗日军饷的台湾民主国安全公司股份票,以及苏云英亲笔提子感慨日志时期民权不张的折善。 苏贞昌怒斥遏制选举文化,对手抹黑,强调从阿公,爸爸到他都勇于对抗威权,是一脉相承。 苏贞昌昨出使屏东县乡弦传略,指出内容根本没提及他的阿公苏云英和伯公苏云梯提供日方情报,反而赞与伯公前卿并生,为人磊落,慷慨负侠义,豁达有大志。 苏贞昌并首度曝光家族珍藏百年的传家宝,其中一件是毛笔自己斑驳,泛黄的票权,上面写著台湾民主国股份票,日期显示为光绪甘一年,西元1895年。 苏表示,这是当年台湾民主国基资为军享所需的股份票,居公债性质,史料,历史课本皆有记载,他的阿公当年凯捐五大元,等于是台湾早期的抗日政治现金,另一个传家物件是有些微破损的折扇,扇面体有自治高明满十年,民权莫展上仍然, 六三法案和实费,内地延长起未言诗句,对日治时代的实证有所抒发。 其中一句民权莫展,显示输者对民权的憧憬,苏贞昌说,这是阿公亲笔所写,为这块土地跟人民所讲的怨叹。 苏贞昌感性地说,苏家和所有台湾人一样,诚实,认真,净本分也很低调,从不卖弄,也不夸耀,当年是清国对不起台湾,台湾人民奋勇抗日,何其勇敢,即使抗日失败而百般无奈,他的阿公身为前卿的文秀才,仍在为人民争取权益, 判台湾人民权得以伸张,并判废除日治时代的六三法案,所作一切斑斑可考,是被祖国,指大清,一气的移民冒生死所做的努力,讲到激动处,苏贞昌痛斥现在,孙子,指他自己,要选新北市长,阿公竟然被抹黑,当年为了抗日而捐军饷,为了民权,伸张,的阿公,竟被讲成汉奸, 他们有什么资格讲我们,他们讲得对吗?苏贞昌回忆说,国民党籍的前屏东县长武则元在1993年就曾恶意抹黑他,导致他竟选屏东县长连任失利,他提告财灵回清白,但武则元血脱到1996年才登报道歉,没想到干多年后,国民党集团故技重施, 这次竟然抹黑我阿公苏贞昌强调,不只是他阿公苏云英个人,当年多少的抗日台湾人,而这些台湾人的子孙,血液里至今仍留有这种DNA,像他的父亲苏启东,宁可毕生当一名基层公务员,也不愿为了升官而去加入国民党, 他自己则是站上军事法庭,为美丽岛事件被告辩护,这就是家族一脉相承,拥有对抗威权,追求民主的血液与骨气,岂容一气人民,站在威权那一边的人,利用媒体造谣抹黑,扭曲历史,他们污蔑的不只是我阿公,是那一整个世代的台湾人和他们的子孙 苏表示,选举应讨论证件,展现候选人个人可受公平之处,不评论候选人个人,却一论人家的爸爸,阿公甚至博公,这就是遏制的选举文化,这次不该等到法院判刑,三年后再登报道歉,现在就用选票制止歪风